《老残游记》第十二回 这是汇金为Liverbox.org所提供的录音 Liverbox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 花莲 台湾2008年2月 《老残游记》刘厄所著 第十二回 寒风冻塞黄河水 暖气吹成白雪池 话说申子平一觉睡醒 红日已经满窗 慌忙起来 黄龙子不知几时已经去了 老仓头送进热水洗脸 烧亭又送进几盘几碗的早饭来 子平道 不用费心 替我姑娘行道谢 我还要赶路呢 说着余姑已走出来 说道 昨日龙叔不说吗 能找去也是没用 留人府五排时候方能到 关地庙呢 用过饭去不迟 子平一化用饭 又做了一刻 辞了余姑 静奔三级上 看那级上 人烟稠密 店面虽不多 两边摆地摊 售卖农家器具及乡下日用物件的 不一而足 问了乡人 才寻找了 关地庙 果然留人府已到 相见续过寒温 便将老残书信取出 人府接了 说道 在下出人 不懂衙门理规矩 才句又短 恐怕有类令凶 知人之名 总是不去的为事 因为接着金二哥 捎来铁哥的信 说一定叫去 又恐住的地方 薄树欲难走 密不着 所以迎候在此面词 一切总请二先生 代为立词方好 不是夺懒 也不是拿翘 实在恐不胜任 有物尊士 物求原谅 子平说 不必过谦 家兄恐别人 请不动先生 所以叫小弟 专程敦请的 留人府见辞不料 只好安排了自己 失事 同申子平回到城武 森东赵果然 代之以上兵之礼 其余一切 君赵老残所主妇的 办理 初起也还有一两起 道案 一月之后 尽到了 全不业费的境界了 这且不表 却说老残 由东昌府动身 打算回省城去 一日 走到齐和县城 南门密店 看那街上 家家客店都是满的 心里诧异道 从来此地没有这么热闹 这是什么缘故呢 正在躊躇 只见门外进来一人 口中喊道 好了好了 快打通了 大约明日一早晨 大约明日一早晨就可以过去了 老残也无暇访问 且找了店家 问道 有屋子没有 店家说 都住满了 请到别家去吧 老残说 我一走了两家 都没有屋子 你可以对付一间吧 不管好歹 店家道 此地实在没法了 东隔壁店里 午后走了一帮客 你老赶紧去 或者还没有住满呢 老残随即到东边店里 问了店家 居然还有两间屋子空着 当即搬了行李进去 店小二跑来 打了洗脸水 拿了一只燃着了的线箱 放在桌上 说道 客人抽烟 老残问 这儿为什么热闹 各家店都住满了 店小二道 刮了几天的大北风 打大前儿 河里就躺林 林筷子有肩膀 屋子大 百渡船不敢走 恐怕碰上林 船就要坏了 到了昨日 上弯子 林插住了 这弯子底下可以走船呢 却又被河边上的林 把几只渡船都冻得死死的 昨儿晚上 东昌府里大人到了 要见府台回话 走到此地 过不下去 急得什么事的 住在县衙门里 派了和夫 地宝打洞 金儿打了一天 看看可以通了 只是夜里不要歇手 歇了手 还是洞上 你老看 客店里都满着 全是过不去河的人 我们店里今早晨还是满满的 因为有一帮客 内中有个年老的 在河烟上看了半天 说是 洞是打不开的了 不必在这里死等 我们赶到落口 看有法子想没有 到那里再打主意吧 五排时候才开车去的 你老真好造化 不然真没有屋子住 店小二将话说完 也就去了 老才洗完了脸 把行李铺好 把房门锁上 也出来步到河堤上 看见那黄河 从西南上下来 到此 却正是个弯子 过此便向正东去了 河面不甚宽 两岸相距不到二里 若以此刻河水而论 也不过百把帐宽的光景 只是面前的冰 插得重重叠叠的 高出水面有七八寸厚 再往上游 走了一二百步 只见那上流的冰 还一块一块的 慢慢嘎来 到此地 被前头的拦住 走不动就站住了 那后来的冰赶上他 自己的呲呲嘎响 后冰被这溜水 逼得紧了 就串到前冰上头去 前冰被压 就渐渐滴下去了 看那河身 不过百十丈宽 当中大溜 约莫不过二三十丈 两边聚是瓶水 这瓶水之上 早已有冰结满 冰面却是平的 被催来的尘土盖住 却像沙滩一般 中间的一道大溜 却仍然奔腾澎湃 有声有势 将那走不过去的冰 挤得两边乱窜 那两边瓶水上的冰 被当中乱冰挤破了 往岸上跑 那冰能挤到岸上 有五六尺远 许多睡冰 被挤得站起来 像个小插瓶似的 看了有点把中功夫 这一截子的冰 又挤死不动了 老残负行往下游走去 过了原来的地方 再往下走 只见有两只船 船上有十来个人 都拿着木杵打冰 往前打些时 又往后打 河的对岸 也有两只船 也是这么打 看看天色渐渐昏了 打算回店 再看那堤上柳树 一颗一颗的影子 都已照在地下 一丝一丝的摇动 原来月光 已经放出光亮来了 回到店里 开了门 喊店小二来 点上了灯 吃过晚饭 又到堤上闲步 这时北风已席 谁知道冷气逼人 比那有风的时候 还厉害些 幸得老残 早已换上 森冬照 所赠的羊皮袍子 顾不慎冷 还支撑得住 只见那打冰船 还在那里打 每个船上点了一个小灯笼 远远看去 仿佛一面是正堂二字 一面是齐和线 三字 也就由他去了 抬起头来 看那南面的山 一条雪白 映着月光 分外好看 一层一层的山岭 却不大分辨得出 又有几片白云夹在里面 所以看不出是云 是山 极致定神看去 方才看出 那是云 那是山来 虽然云也是白的 山也是白的 云也有亮光 山也有亮光 只因为月在云上 云在月下 所以 云的亮光是从背面 透过来的 那山却不然 山上的亮光 是由月光照到山上 被那山上的雪反射过来 所以光是两样子的 燃子就烧尽的地方如此 那山往东去 越望越远 渐渐的天也是白的 山也是白的 云也是白的 就分辨不出什么来了 老残对着雪月交辉的景致 想起谢灵运的诗 明月照积雪 北风静且哀 两句 若非经历北方苦寒景象 哪里知道 北风静且哀 得个哀字下得好呢 这时月光照得满地灼亮 抬起头来 天上的星 一个也看不见 只有北边 北斗七星 开阳遥光 像几个蛋白点子一样 还看得清楚 那北斗正写以在紫围圆的西边上面 标在上 魁在下 心里想到 岁月如流 眼见斗标又将冬止了 人又要天一岁了 一年一年的 这样瞎混下去 如何是个了局呢 又想到诗经上说的 唯北有斗 不可以一久将 现在国家正当多事之秋 那王公大臣 只是恐怕单处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弄得百事俱费 将来又是怎样个了局 国事如此 丈夫何以家为 想到此地 不觉低下泪来 也就无心观完井字 慢慢回殿去了 一面走着 觉得脸上有样物件附着似的 用手一摸 原来两边着了两条低滑的冰 初起不懂什么缘故 继而想起 自己也就笑了 原来就是方才流的泪 天寒 立刻就冻住了 地下必定还有几多冰珠子呢 闷闷的 回到店里 也就碎了 次日早起 再到堤上看看 见那两只打冰船 在河边上 已经冻十在了 问了堤旁的人 知道卓尔打了半夜 往前打去 后面冻上 往后打去 前面冻上 所以金儿 歇手不打了 大总 等冰结牢撞了 从冰上过吧 因此老残也就 只有这个法子了 闲着无事 到城里散步一回 只有大街上 有几家铺面 其余背街上 瓦房都不甚多 是个荒凉 辽络的景象 因北方大都如此 故看了也不甚诧异 回到房中 打开书窃 随手取本书看 却好拿着一本八代 诗选 记得是在省城里 替一个湖南人治好了病 送了当谢仪的 省城里忙 为得细看 随手就收在书箱子里了 趁今天无事 何妨仔细看他一遍 原来是二十卷书 头两卷是四言 卷三至十一是五言 十二至十四是心体诗 十五至十七是闸言 十八是乐章 十九是歌谣 卷二十是杂柱 再把那戏目翻来看看 见心体里 选的蟹跳二十八首 沈约十四首 骨体里选的蟹跳五十四首 沈约三十七首 心里很不明白 就把那第十卷与那第十二卷同取出来 对着看看 十看不出心体骨体的分别出来 心里又想 这诗是王润丘凯运选的 这人负一时盛名 而湘君志一书做的尾时是好 有目共赏 何以这诗选的为妾人意呢 继而又想 沈规于选的古诗园 将那歌谣与诗混杂一起 也是大病 王于阳古诗选 亦不能有当仁义 算来还是张汉丰的古诗路 差强仁义 莫管他怎样呢 且把古人的引勇消遣 贤愁罢了 看了半日 付到店门口贤立 立了一会儿 方要回去 见一个戴红阴帽子的家人 走进面前 打了一个签 说 铁老爷 几时来的 老残道 我昨日到的 嘴里说着 心里只想不起 这是谁的家人 那家人见老残愣着 知道是认不得了 便笑说道 家人叫黄生 毕上是黄印图 黄大老爷 老残道 哦 是了 是了 我的记性真坏 我常到你们公馆里去 怎么就不认得你了呢 黄生道 你老贵人多忘事吧 咧 老残道 人虽不贵 忘事倒实在多的 你们贵上是几时来的 住在什么地方呢 我也正闷得慌 找他谈天去 黄生道 毕上是总办张大人伟的 在这旗盒上下 买八百万料 现在料也买齐全了 验收委员也验收过了 正打算回省消差呢 刚刚这盒又插上了 还得等两天才能走呢 你老也住在这店里吗 在哪屋里 老残用手向西指道 就在这西屋里 黄生道 毕上也就住在上房北屋里 前而晚上才到 前些时都在宫上 因为验收委员过去了 才住到这儿的 此刻是在县里吃午饭 吃过了 李大人请着说闲话 晚饭还不定回来吃不吃呢 老残点点头 黄生也就去了 原来此人名黄印图 浩仁瑞 三十多岁年纪 系江西人士 其兄由汉林转了御史 与军机达拉密治好 故着黄仁瑞捐了个铜支 来山东河宫投校 有军机的八行 府台是格外照应的 眼看大岸宝举出咒 就是个知府大人了 人道也不甚熟 在省城时 与老残一颇来往过数次 故此认得 老残又在店门口立了一刻 回到房中 也就差不多黄昏的时候 到房里又看了半本诗 看不见了点上蜡烛 只听房门口有人进来 嘴里喊道 补翁补翁 久违得狠了 老残慌忙立起来看 正是黄仁瑞 彼此坐过了衣 坐下 各自谈了些别后的情事 黄仁瑞道 补翁还没有用过晚饭吧 我那里 虽然有人送了个衣品锅 几个碟子 恐怕不中吃 倒是找起 我叫厨子用口磨 炖了只肥鸡 大约还可以下饭 请你到我屋子里去吃饭吧 古人云 最难风雨 故人来 这洞河的无聊 比风雨更难受 好友相逢 这就不寂寞了 老残道 甚好 甚好 既有佳肴 你不请我 也是要来吃的 仁瑞看桌上放的书 顺手接起来一看 是八代诗选 说 这诗总还算选得好的 也随便看了几首 丢下来说道 我们那屋里做吧 于是两个人出来 老残把书理了一理 拿把锁 把房门锁上 就随着仁瑞到上房里来 看是三间屋子 一个礼间 两个民间 堂屋门上挂了一个大泥甲板门帘 中间安放一张八仙桌子 桌子上铺了一张七步 仁瑞问 饭得了没有 家人说 还须略等一刻 鸡子还不十分烂 仁瑞道 先拿碟子来吃酒吧 家人应声出去 一煞时转来 将桌子架开 摆了四双筷子 四支酒杯 老残问 还有哪位 仁瑞道 停一会儿 你就知道了 杯快安置 停妥 只有两张椅子 又出去 寻椅子去 仁瑞道 我们炕上坐坐吧 民间西手 本有一个土炕 炕上铺满了炉席 炕的中间 仁瑞铺了一张大老虎 熔毯 毯子上放了一个烟盘子 烟盘两旁 两条大狼皮褥子 当中点着明晃晃的 个太古灯 怎样叫做太古灯呢 因为三西人 财主最多 却又人人吃烟 所以那里烟具 比别省都精致 太古是个县民 这县里出的灯 样式又好 火力又足 光头又大 五大洲数他第一 可惜出在中国 若是出在欧美各国 这第一个照灯的人 各报上定要替他扬名 国家就要给他专利的凭据了 无奈中国 无此条例 所以叫这太古第一个照灯的人 同那寿州 第一个照斗的人 虽能使器物利用 明满天下 而自己的声明埋没 虽说 折数不正 可知实惠使然 闲话少说 那烟盘里 摆了几个 景泰兰的匣子 两支广族烟枪 两边 两个枕头 人瑞让老残上手做了 他就随手躺下 拿了一支烟签子 挑烟来烧 说 补翁 你还是不吃吗 其实这样东西 倘若吃得 废食 失业的 自然是不好 若是不上瘾 随便消遣消遣 倒也是个妙品 你何必拒绝得 这么厉害呢 老残道 我吃烟的朋友很多 为求他上瘾吃的 一个也没有 都是消遣消遣 就消遣进去了 即至上瘾以后 不但不足以消遣 反成了个无穷之累 我看你老哥 也还是不消遣的为事 人瑞道 我自有分寸 断不上这个档的 说着 只见门帘一响 进来了 两个妓女 前头一个 有十七八岁 鸭蛋脸儿 后头一个 有十五六岁 瓜子脸儿 进得门来 朝炕上 请了两个安 人瑞道 你们来了 朝里指道 这位铁老爷 是我省里的朋友 翠桓 你就伺候铁老爷 坐在那边吧 只见那个十七八岁的 就挨着人瑞 在炕炎上坐下了 那十五六岁的 却立住 不好意思坐 老残就脱了鞋子 挪到炕里边去 盘膝坐了 让他好坐 他就侧着身 列居着坐下了 老残对人瑞道 我听说此地没有这个的 现在怎样也有了 人瑞道 不然此地还是没有 他们姐儿两个 本来是平原二十里铺 做生意的 他爹妈就是这城里的人 他妈同着他姐儿两 在二十里铺住 前月他爹死了 他妈回来 因恐怕他们跑了 所以带回来的 在此地不上殿 这是我闷急无聊 叫他们早了来的 这个叫翠花 你那个叫翠桓 都是雪白的皮肤 很可爱的 你瞧他的手呢 包管你何意 老残笑道 不用瞧 你说的还会错吗 翠花倚住人瑞对翠桓道 你烧口烟给铁老爷吃 人瑞道 铁爷不吃烟 你叫他烧给我吃吧 就把烟签子 递给翠桓 翠桓鞠躬这腰 烧了一口 上在斗上 递过去 人瑞呼呼嘎吃完 翠桓再烧时 那家人把碟子 一瓶锅 均已摆好 说 请老爷们用酒吧 人瑞立起身来 说 喝一杯吧 今天天气很冷 所以让老残上座 自己对坐 命翠桓坐在上横头 翠花坐下横头 翠花拿过酒壶 把个人的酒加了一加 放下酒壶 举注来先布老残的菜 老残道 请歇手吧 不用布了 我们不是新娘子 自己会吃的 谁又布了 黄人瑞的菜 人瑞也替翠桓布了 一柱子菜 翠桓慌忙 立起身来说 能那些手 又替翠花布了一柱 翠花说 我自己来吃吧 就用勺子 接了过来 递到嘴里 吃了一点 就放下来了 人瑞再三让翠桓吃菜 翠桓只是答应 总不动手 人瑞忽然想起 把桌子一拍 说 是了是了 所以直着嗓子 喊了一声 来呀 只见门帘外 走近一个家人来 离席六七词远 立住脚 人瑞点点头 叫他走近一步 所以向他耳边 滴滴说了两句话 只见那家人 连声道 咋 咋 回过头就去了 过了一刻 门外进来一个 着蓝布棉袄的汉子 手里拿了两个三弦子 一个递给翠花 一个递给翠桓 嘴里向翠桓说道 叫你吃菜呢 好好的 侍候老爷们 翠桓仿佛没听清楚 朝那汉子看了一眼 那汉子道 叫你吃菜 你还不明白吗 翠桓点头道 知道了 当时就拿起筷子来 布了黄仁瑞 一块火腿 又夹了一块布给老禅 老禅说 不用布最好 仁瑞举杯道 我们干一杯吧 让他们姐儿两个唱两曲 我们下酒 缩着他们的三弦子 已都和好了弦 一地一段的唱了一支曲子 仁瑞用筷子在一瓶锅里捞了半天 看没有一样好吃的 便说道 这一瓶锅里的物件 都有灰号 能知道不知道 老禅说 不知道 他便用筷子指着说道 这叫怒法冲冠的鱼刺 这叫百折不回的海参 这叫年高有得的鸡 这叫酒色过渡的鸭子 这叫四强俱补的肘子 这叫沉心如水的汤 说着彼此大笑了一回 他们姐儿两个 又唱了两三个曲子 家人捧上自己炖的鸡来 老禅道 酒很够了 就趁热盛饭来吃吧 家人当时端进四个饭来 翠花立起 接过饭碗 送到个人面前 泡了鸡汤 各自饱餐 饭后 擦过脸 仁瑞说 我们还是炕上做吧 家人来侧蚕窑 四人都上炕去做 老禅 欺在上手 仁瑞欺在下手 翠花倒在仁瑞怀里 替他烧烟 翠环坐在炕盐上 无事做 拿着弦子 崩儿崩儿 嘎拨弄着玩 仁瑞道 老禅 我多时不见你的诗了 今日总算他乡欲固之 能也该做首诗 我们拜读拜读 老禅道 这两天 我看见洞河 很想做诗 正在那里打主意 被你一阵虎搅 把我的诗 也搅到那 九色过度的 鸭子里去了 仁瑞道 你快别 试墙拒捕 我可就要 怒法冲关了 说吧 彼此呵呵大笑 老禅道 有有有 明天写给你看 仁瑞道 那不行 你瞧 这墙上 有陡大一块 心粉的 就是为你提诗 预备的 老禅摇头道 留给你提吧 仁瑞把烟枪 往盘子里 一放 说 稍缓即逝 能由得你吗 就立起身来 跑到房里 拿了一支笔 一块燕台 一定磨 出来 放在桌上 说 翠桓 你来磨磨 翠桓当真 倒了点冷茶 磨起磨来 煞时间 翠桓道 磨得了 能写吧 仁瑞取了个不胆子 说道 翠花长足 翠桓捧咽 我来胆灰 把支笔 递到老禅手里 翠花举着蜡烛台 仁瑞先跳上炕 立到心粉的一块底下 把灰胆了 翠花翠桓也都立上炕去 站在左右 仁瑞招手道 来 来 来 老禅笑说道 你真会乱 也就站上炕去 将笔在燕台上 站好了墨 喝了一喝 就在墙上 七歪八扭的 写起来了 翠桓恐怕 燕上墨洞 不住的喝 那笔上还是裹了细冰 笔头越写越肥 请客写完 看是 地列北风豪 长冰碧河下 后冰逐前冰 香陵复香亚 河区亦为塞 挫额迎桥架 归人长枝街 旅客空探炸 迎迎一水间 宣车不得驾 锦炎昭济月 乱此七七夜 仁瑞看了 说道 好诗 好诗 为神不落款呢 老禅道 提个江又黄仁瑞吧 仁瑞道 那可要不得 冒了个会做诗的名 担了个邪计 饮酒 革职的处分 有点不合算 老禅便提了 补禅二字 跳下炕来 翠桓姐妹 放下宴台 竹台 都到火盆边上去烘手 看炭已将近 就取了些生炭 天上 老禅帝在抗边 向黄仁瑞拱拱手 道 多扰 多扰 我要回屋子 睡觉去了 仁瑞一把拉住 说道 不忙 不忙 我今儿听见一件 惊天动地的案子 其中关系着 无限的性命 有腰脚离奇的情节 正要与你商议 明天一黑 早就要复命的 你等我吃了两口烟 长点精神 说给你听 老禅子得坐下 未知究竟是段 怎样的案情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